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是一名微商销售经理 对自己非常有自信 训练有20多万吗 今天目标至少200万 200万 必须完成 其实我已经很帅了 但是还有帅下去的 就是卖帅的空间 她的择偶要求很明确 未婚 主要就是气质要好 却为何屡次遭遇打击 这人太老乘了 那个嘴和那个下巴的话 看起来不是很好看 再次来相亲 她能否吸取教训 重新出发 收获爱情 少考我 就是两毛钱好不好 那个有妈又还有蓝 蓝你在未来 今天有什么规划呀 今天买菜买房 双女朋友 明天结婚 男人之类财富只有 她挣到200万 怎样说吧 我非常公式的 凡人游喜 自信歌的相亲难题 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不是我需要你联系 不是我需要你联系 就是不接受 就是很铁定的不接受 对 在孤独的沙漠里 一样身房的赤裸裸 爱情靠中去外不放弃 大家好 欢迎收看凡人游喜 我是小红娘郁翰 言喻健康生于自然 本栏目是由原生堂健康珠宝冠名播出 水中贵族百岁山 本栏目奖品是由水中贵族百岁山提供 今天啊 为什么我们又选这里开始呢 因为我们的自信哥回来了 现在我们就掌声有请自信哥 来 你好 我们又见面了 本期交友男嘉宾姓名周静 年龄33岁 身高1米75 职业微商销售 月收入1万元 大家好 我叫周静 我来自重庆永川 我是03年到重庆理工大学上学 然后07年毕业 现在做中后金融 购物经理 然后还有微商 我从事的是金融行业 对不对 去年一五年 今天我就给自己买了9个人包单 9张包单 你也说是大概也好多吗 你算一算吗 我只说去年嘛 去年有20多万嘛 今年 目标至少200万 200万 不需要完成 200万只是基本 我今天就实行财务自由 那是我的挑战 一个月前 男嘉宾周静曾经参加过凡人游戏的节目 自信满满的他 一心想要找未婚有气质的女朋友 未婚 主要就是气质呀 您都是离异了 干嘛你还要我们的女嘉宾 或者是我们介绍的那个女孩子 一定要未婚 没想到上期节目 女嘉宾却对她的外形和婚事不满意 相亲已失败告终 真的太老惩了 跟我交流的那些朋友 他说你才二十几岁啊 像那些老头老婆婆都是这么说的 你是自信心爆棚了吧 其实我已经很帅了 但是还有帅下去的 就是卖帅的空间 天呐 再次来相亲 自信哥的择偶要求有变化吗 那你的条件依旧没有变是吗 我有婚的 然后有气质的女孩 那你知道我们今天我们那个编导 为你准备了一位怎么样的女嘉宾吗 听说她的年薪也不少啊 二三十万单身 而且气质特别好呗 哎呦不错啊 真的是为你捏了一把汗 今天咱们又来 然后我又看你怎么表现 我自信我骄傲 然后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 今天我们又帮自信哥安排了第二位未婚的气质美女 自信哥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吗 发型啊怎么回事 是长长了几天不见 你看你上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衣着是你成为了你相信最大的一个难题 那今天你又这个顶着这个发型来 我觉得好像又增加了你相亲的难度 为什么你老跟自己过不去呢 不是我去弄一下发型就行了 就是这个发型还是要改是吗 还可以 对我觉得今天啊 你一定要先把自己的形象整理好了 再去见女嘉宾 这样胜算也大一些是不是 是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有喜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我们超级无敌自信的男嘉宾 又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不知道他这一次 有没有吸取上次节目的教训 对自己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以及有一些改观呢 确实是有 我看到他的发型变得更糟了 但是很好我们的主持人 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并且要帮他改头换面 好吧 男嘉宾期待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表现能够正常一点 好了你看现在女嘉宾 那个其实已经到了 但是我们要利用最短的时间 把你的发型给弄一下 好的 因为我们确实觉得 要是你这样再来相亲的话 肯定也是很糟糕的 来 我们问一下 你好 你好 我们要弄个头发 可以的 你们请 来来来 谢谢 找一个稍微技术高一点的 把他打整个帅一点 可以先洗头做那个可以吧 对可以 再让他先弄吧 请刷刷起刷刷 站在我旁边的这一位 大方又得体的女士 就是我们的女嘉宾 本期将有女嘉宾 尹春艳 27岁 身高1米58 职业建材销售 月收入1万元以上 婚姻状况未婚 年收入也就有30万吧 也就有30万 看人家多低调 上次我男嘉宾怎么说的 200万 那你在择偶方面 有什么要求吗 我觉得主要是 宅布雷在卖 当然还 对 当然前提是 人要看得过去 至少要1米75 1米75 1米75 男嘉宾好像刚好达到要求 对得起观众就是 那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他其实有点臭美 而且那个条条框框 还卡得挺死的 非要什么 那个23到28岁的女性 然后必须要未婚 那女嘉宾 你符合要求吗 都死啊 对啊 女嘉宾的外形看上去非常的甜美 而且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 但是我觉得在打扮方面的话 还可以更多下一点点功夫 这样的话会让你看起来更美一些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男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个人是不是应该在婚前的时候 坚定自己的择偶要求 就是你要提出明确的一二三点 你到底想找怎么样的人 结果你在现实生活当中 要找的那个人 根本就不符合你的那些择偶要求 但是你还是会爱上他 也有可能是你设立的那些择偶条件 其实跟你本身的条件并不搭 也就是说你要找的那个人 和你能找的那个人 完全是两回事 今天的这位女嘉宾尹小姐 在各个方面都符合男嘉宾的要求 而且自己的年收入也达到了二三十万 男嘉宾您hold得住吗 男嘉宾焕然一新在我们面前出现了 我告诉你 你又帅出了一个新的高度 还是有那么简单明了啊 来我们隆重请示我们女嘉宾 女嘉宾来了 哪一位啊 你感觉一下是哪一位啊 待会儿整错了怎么办呢 第一感觉你看 这位美女也让你猜了 你拒绝不了了 就她吧 旁边那位 是她还是她旁边那一位 这是怎么参与吗 就是见一下面吧 这才是我们的女嘉宾 你的第一感觉是对的 喜欢这样类型的女生吗 非常青春料理 然后呢 然后就是 相较于第一期节目 你这期有点雌穷哦 男嘉宾见到女嘉宾 立马显得很紧张 而女嘉宾对她的第一印象又如何呢 对我们男嘉宾第一印象怎么样 没事 是什么就说什么 她经受得了打击 但是我觉得太棒了吧 没事你直接说吧 感觉怎么样 第一眼 一般吧 我感觉不出她那种成熟文种的一种概念吧 身高是什么 身高 身高长久吧 长相吗 对啊 她真的专门起往的发型 我们打开起来 是啊 但是我感觉她不是我想要的那种 男嘉宾的第一感觉呢 说实在的不是很好 对 不好在哪里 这是我们的第一感觉 第一个是她的那个五官的长相嘛 我实话是说 哦 那个嘴和那个下巴的话 看起来不是很好看 哦 是吗 对 因为她的要求也比较高 我觉得像成岛这种的话就差不多 像我们编导了 天哪 万万没想到 男嘉宾上次的相亲遭遇再次重演 不是我喜欢你类型 不是我喜欢你类型 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嗯 我觉得一般吧 我觉得一般吧 今天的女嘉宾和亲友团一上来 会如此地直接对男嘉宾的外形 就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现场的气氛甚至尴尬 你的表面没了 你都把别人拍死 也不是说拍死吧 因为我刚刚才跟你讲 她所有的都是一般是吧 但是她的形象张相 我觉得不说喜欢的类型 八号家现在准备走了吗 不啊 我记得来到那种节目 肯定有负责人是吧 对 我摘片是怎么说来 我只有一个女友 然后我只有一个女友是吧 我跟你说清楚 我们也不是说那种来了 什么不负责人的 然后都把自己走了 但是我觉得 夫人是对她对我都不恭喜是吧 不过女嘉宾还是一个 比较大方得体的女士 答应了留下来 再观察一下男嘉宾的表现 男嘉宾能否在接下来的相处中 改变女嘉宾对她的看法呢 我们为她捏了一把汗 你先跟我讲一下 你今天对我们女嘉宾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还可以 那你觉得她有趣致吗 要 然后她的哪方面最吸引你看到的第一点 笑容 笑 那你知道其实你跟女嘉宾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有点紧张 对 对 你虽然紧张 但你看你的战永远是这样的 对 然后说话永远给人一种不成熟 然后一种吊甩甩的感觉 你知道吗 其实我这两期坐下来也有这种感受 其实我知道你并不是这样的人 你对工作很认真 但你给人的感觉就是 但是我好像态度不是特别成熟 然后需要那个老板 对 从那个老板手里接过了一朵花是吗 怎么会突然想到送花 还是玫瑰 今天是女性的节日嘛 自然人家天里迢迢来 人还是祝福一下别人嘛 男嘉宾不光是刚刚即兴地买了一朵花 还带了一袋礼物 这是你即兴为女嘉宾准备的是吧 我是给人送健康的 就是说你带来的是 跟女嘉宾带来的是健康 健康 对对对 今天录节目的时候是三八妇女节 女生节目 对 女生节目的节日 她很有心给你准备了礼物 女生节目快乐 好 谢谢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希望你快乐 健康 谢谢 都快乐 男嘉宾今天送我女朋友 我的确很感动 因为今天也是三八女人节嘛 是我收到第一个礼物 非常地谢谢她 她呀还是比较勇心 看在今天她送我礼物的份上 还是愿意多借助一会儿 多了解一下她嘛 好吧 看在礼物的份上 我们拿人手软的女嘉宾 还是勉强同意了 跟我们的男嘉宾继续相亲 开个玩笑 我们的女嘉宾的修养其实很好 她也跟我们编导讲说 不能因为就第一眼的印象 可能不太满意 然后就让节目录不下去 所以她会继续跟我们的男嘉宾 去约会 在生活的细节当中 去了解对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刚刚你也是表现得还不错 主动出击 好 然后现在呢 我们要找个地方 好好坐下来跟女嘉宾进一步沟通 你要珍惜机会 那么你准备带我们到什么地方去 就男嘉宾去看花嘛 你要请嘛 你要请 女嘉宾 女嘉宾你好 我们去男嘉宾继续园看花去不去 我还是还有四年了 你平时喜欢干些什么 就自己私底下的话 我呀 我喜欢爬山旅游 这是我的强项 爬山旅游 好 今天下雨不能爬山啊 要不然可以去 我们可以去走一下 我们就来了嘛 对啊 这妈咪不忙 靠茶 靠茶 去不去吗 她要去走 但是等会你买东西的话 等会就会到 哪点就要 哪点就要 什么都要得 让我们也开始开车 刚刚我们转了半个小时 那个问题就活得起来 你看真的爱情是靠争取的 人家拒绝了你一下 你就灰心丧气了 还是我跟编导去争取了机会 然后现在去巴冰露烧烤 上次那个评论的那个 她说这个人有点浮夸 我不能再继续浮夸下去 我们每个都接打击到了 没关系 你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表现 表现最真实的自己就好了 好啊 好了我们现在是转场来到了 美丽的巴冰露 天色也渐渐满了 下来我们要进行晚餐了 是吧 我们将在这个美丽的江边 进行BBQ烧烤 大家一起玩嘛 我们再开始 就是又可以玩 然后又可以交流 这样最好是吗 是 那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就你刚刚跟我说 你喜欢那种稳重类型的男生 他到底表现得怎么样呢 我们就一起去买菜 然后看看他的感觉 好不好 好 看男人在菜市场 又会忧他 他有什么表现好吗 要不要问一下女嘉宾喜欢吃什么 自不自得马上了 好的 扫皮啊那种 那种宽的扫皮有没有的 你应该问一下女嘉宾喜欢吃什么 你喜欢吃什么 三克就只能吃 吃这些东西 不要跟他交流啊 扫皮这种可以不嘛 那种动物货 你喜欢吃好不好 对 那种动物货 它有穿好的 肯定骨肉香连 那些应该都有 对 素肯定没有穿好的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很吃假的人吧 比如他卖菜好像是从来假的 也没闻过大胆的 比较大男子主义 然后他都自己比如说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一种 好吧 我算是看出来了 我们的男嘉宾在上一期节目的 关键词是浮夸 这是他自己说的 在这次节目当中 他的关键词就应该是肘 你看他在菜市场的表现 我真的觉得男嘉宾烧烤的精髓 在于荤菜好吗 你点那么多素菜 真的是让人吃不下去 你是想省钱还是怎样 你看现在女嘉宾其实穿着高跟鞋 刚刚又买了菜 做这么长的阶梯很辛苦 男嘉宾一个人在前面 拎着东西吊甩甩的 还是那个老样子 一点成型都没有的 独自固自地走着 女嘉宾现在穿着高跟鞋 走这么长一坡路 刚刚又买了菜 心不辛苦吗 我觉得有点 因为同事作为女同胞来说 我很体谅你 穿高跟鞋走这种阶梯 谢谢 男嘉宾你也知道等我们 我看到你一个人自己就往前走了 因为你要看到女嘉宾穿的什么鞋 体谅一下人家 绅士一些 我就看到她一个人在后面走着很辛苦 女嘉宾就没有说服一下什么的 接下来表现就更让人觉得很诧异了 你居然是自顾自地往前走 完全不管我们的女嘉宾在泥林里面挣扎 我相信女嘉宾现在心里肯定写了一个大大的会字 我为什么要答应她为了一份礼物就答应跟这个人约会 把自己搞得那么狼狈不堪 我都在给你制造机会了 故意让开了 对 刚才说的狗狗成熟和稳重 我都在转呀 金江路下坡有一段很懒的路 上面有很多细腻吧 因为我穿的高跟鞋嘛 比较懒之后 她也没有过来扶我一下 并且也没有主动吻我一下 需不需要帮助 我觉得这一点她做得不是很好吧 我喜欢找你是一个很东西关心人的人 你可不可以把东西给她借的 或者说你付款她把别的东西给我 你把东西给我嘛 你这就是空到的啥 快去快去 把她参赴导演哈 然后说真的没刷个朋友吗呢 你在干嘛 你在干什么 洗菜 洗菜 你要去哪里洗菜 河边洗菜 洗了我们还能吃吗 上面有水啊 你为什么那么牛呢 你太倔了 你上来啊 男嘉宾真的是不停劝 他就没有跟我们商量 自己就拿着菜下河边去洗了 男嘉宾是说没有水吗 然后我们怎么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呀 应该都在这麦瓶狂就洗了 是啊 也比这个姜水安全吃到肚子里是吗 对呀 男嘉宾你接下来的表现就更棒了 你居然要去江边洗菜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知道这种自然水源 洗的东西根本就没法吃 你真的是完全不具备这种生活常识吗 而且要我们的编导 我们的主持人像 拉一头牛硬要把你拉回来 你整个人的状态 我觉得是处于一个非常自我的一个状态里面 你觉得你认定的东西就是对的 然后一往无前地往前冲 但是你不知道你的方向从一开始就错了 你把我的主持人谈我了 你就拿呀 啊 你就拿呀 没得 什么 那来乡什么亲爱谈恋爱也得花钱呀 我们这里可以用微信支付也可以转账的都可以的 老板说可以微信支付 你行不行 可以啊 等会儿付的 微信可以付是吗 可以 他刚才买菜的钱都是在我家里借的 真的 今天中午吃饭我都是微信专长的亲朋友 那为什么你就是出门不带现金呢 你现在是觉得一个手机可以搞定所有吗 对因为我本来就是做互联网家的嘛 我也是做金融的呀对不对 那做金融的然后就可以不用带现金 就可以带手机就可以了 手机就可以了 好了男嘉宾你们这些互联网家 还有金融界的朋友们来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带上现金 因为已经不止一次发生了那种男嘉宾 居然不带现金就来上节目 而且遇到一点点开销都要找我们编导借钱的材具 是真的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 有句话说大男人不可一日无权 而小男人不可一日无钱 大家出门在外的带点现金 在身上是一个基本的生活厂试 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让你微信支付 也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让你刷卡的 你这样的话有时候会陷入尴尬当中 想想看如果在菜市场的那个环节 如果我们编导没有借钱给你 你是打算让女嘉宾来买那些素材吗 原本我们是想通过江边烧烤 让男嘉宾尽量展现他的优点 谁知道这一路下来 却处处暴露了他的缺点 接下来男嘉宾能否力挽狂澜呢 重新赢得女嘉宾的好感呢 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现在男女嘉宾呢是在烤烧烤 一会我们要去尝一下 我们现在是要给您送大奖了 手机在身边吗 拿起来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你菜单中的瑶瑶点电视 摇动起来 等待是别近日互动一面 来我们三二一一起聊起来 我中奖了 好 索尼都是频道 都是有理 都是你的 我先给你们尝一下 好 怎么样 那个有麻油还有辣 我说百番滋味啊 我先比他这个没靠住 没有熟啊 经过刚才的互动 男女嘉宾逐渐熟络起来 还是让两人坐下来 深入了解一下吧 我是广安的 现在在一家剪菜公司 煮小时 我在重庆已经十多年了 因为我从小时在农村长大的 然后来到城市打拼 并不容易 一向遭遇一位可以相互亲属 懂得包容的一位男士 我也是农民出生 我也是农村长大的 都是在重庆吗 实际上我云川的了嘛 2007年大学毕业 从事的基本上都是金融行业 也是跑业务 银行证券保险 然后全部钱的话 主要是为商为主 然后为商你了解不 有一点了解 对头我送你一个礼品 就是我那个产品 相当霸道 那你在未来 今天有什么规划呀 规划今天买车买房账 没得啥子都没得 你这个也太 不是实话实说哈 实话实说 他们说女儿拜交 去年我都拜了三十多万 去年我也过来 不是你说的相当于哈 是你的物资上的一个计划 比如说你的人生规划 比如在未来五年 你要干什么 未来三年你要做什么 你的梦想是什么 是吧 然后才觉得 我们有共同语言没有 OK 今年的目标 前期我说的是两百万 你是指什么目标两百万 你那个时候 不是都是物资上的 因为住到中待哈 至少可以上路为数嘛 就一个月的收入 然后再努力点 两百万其实也不是很多 我觉得哈 你这个香港银行的银行才听得懂 你相当于是你一个小时的眼睛 你全是用数字来评别的 但是最后我觉得 我选你会 好了 现在男女嘉宾在欢乐地聊着天 我也要幸福地为您送大奖了 现在请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你菜单中的摇一摇 点电视 摇动起来 进入互动页面 等待识别 来 三 二 一起摇起来 好了 锁定都市频道 都市有理 都是你的 我呀 实际找一个哈 嗯 以后发展也在从前 包括以后的定居都是在从前 肯定的 嗯 然后我觉得哈 应该所有的比较成熟稳重啊哈 还是要跟我再同一个档次 虽然说我羡慕钱哈 处于一个 呃 创业也知道嘛 但是我身边很多优秀的人 我愿意跟他们进行交流 身家好多个月的一些老种 一些火草聊天 没有 没说都看不起我 我觉得真的 我觉得我啥子都没得 我平时跟你坐在那 火草聊天 你说能够带对 我都没听到明白 我是问你你的人生规划 结果你给我讲那些 我一句都没听到 人生规划呀 今天买菜买房 说女朋友 明年结婚 男人之类财富自由 你说两人之类有什么呢 财富自由 没有共同意义呢 我现在聊下次了 男嘉宾这期节目 又让我来就场 他跟女嘉宾聊不下去了 你就不能让我好好的 享受一下烧烤吗 可能我自己在 曾经在自己的那个 生活里面吧 自己给自己的规划 别人听不懂 上期不是讲的 今年基本目标 挑战200万嘛 你是收入还是销售 收入 收入就要200万 因为我们女嘉宾 他其实自己是做建材的 自己也做生意 所以他对你这一块 其实我觉得 应该是有共同语言的呀 但是他都不能理解的话 我觉得是不是 可能不仅在表述上有问题 我主要是觉得 他说话呀 感觉是没有经过打了 然后义自信 义自信都是他自己在讲 他你一些 比如说数字心的呀 我一定能赚200万呢 但是他都没想过 他真要去赚200万 他的一个过程对吧 你现在你出了一个位置 对于我来说是个门不切司机的 还从他的讲话 我觉得这么说来 应该不赔他那个收入吧 他是特别有自信的人 他说自己今年肯定能够 赚到200万 他说是他们一个团队 这样 他赚到200万 怎样说吧 我非常恭喜他 在聊天的这个环节里 男嘉宾的表现才真的是让我感到很震惊 我发现他其实不光是沉浸在自己的自我的一个世界里面 而且这个世界是一个异想的世界 因为他说他打算在今年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要实现买房买车 而且又抛出了上期节目提到的200万的收入 说真的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我们有必要明白一些常识 各行各业累积到今天发展到今天 能够再创造一夜暴富的神话 我觉得是不可能有的 我觉得你从事的事业在我看来也应该不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一个事情 既然我已经说得这么委婉了 我希望你能够去找一些可能不是你那个团体里面的人 外面的人来问问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也许能够给到你一个比较客观的答案 也帮助你能够脚踏实地的工作和生活 好了 现在已经是外面是灯火通明了 然后也到了我们男女嘉宾到最后做抉择的时候了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男嘉宾想最后尽力一搏 他要用他的方式最后向女嘉宾表白 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样表白 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 唱首歌吧 唱首歌 唱什么样的歌 冰雨 那我把话筒交给你 你发挥好一点 最后一次机会了 来 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 还是在等待沉沦哭海 一段情默默关开 没人爱情花谢花开 无法肯定的爱 左右摇摆 只好把心酸往深心里塞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不乱的拍 乱满的眼泪更半夜幻想一块 眼神的色彩忽然被掩盖 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 你就像一颗筷子手把我出卖 我的心仿佛被刺到狠狠的踩 唇鸦上的爱 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 男嘉宾现在的歌觉得怎么样 还是可以 我觉得唱得有点像 他参加模仿秀的话 应该可以拿奖吧 抬灯架 特定为他事的奖势 特定奖势吗 刚唱了歌 现在我觉得你应该 把自己的肺腑之言 把你最动情的话 说给我们女嘉宾听 我今天已经33了 马上就 但是感情经历只有一次 然后不然会刷女朋友 然后也不晓得 去关心对方吧 或者是体贴对方吧 但是我事业心是相当强的 我现在一个人上班 可以晚上12点钟以后 从朋友家里面回家 凌晨1点钟到家 可以达到这种境界 男人找钱 撑起这个家就OK了 女儿多少有点事情干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男嘉宾刚刚是深情款款的 唱了歌也做了最后的表白 我相信你肯定是心意我们女嘉宾的是吗 是的 那女嘉宾呢 最后是怎么样想 我觉得你还需要做最后的考虑 因为刚刚我觉得男嘉宾 最后的表现是很真诚的 然后我希望你也慎重地考虑一下 好吗 好 那最后在男女嘉宾 做最后的决策之前呢 我们要礼物先送给她们 好了 凡参加我们节目的男女嘉宾呢 都可以获得 知爱一生幸福一世 周志福珠宝提供的 带金券100元一张 来先送给女嘉宾 同样的100元带金券 也要送给男嘉宾 谢谢 好了 同时也要送给男女嘉宾 王老吉准备的礼物 来先送给女嘉宾 谢谢 把王老吉也送给我们的男嘉宾 谢谢 好了 现在我们的男嘉宾 是已经到前方的渔庄 做等待了 如果我们的女嘉宾 她今天是最后 心仪我们的男嘉宾的话 也会到渔庄去跟男嘉宾会合 到底她去还是不去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一个体内 庄宿 可能会不去呢 对 陈德琳 平安装 健康 正直 均既然男嘉宾 后来有一段很真正的表白 但是我觉得它不是我想找我的那种类似 我想找的是一个外表看上去很成熟为种 一动的赤家 相互利监 并且有伤心心的一位男士 来 男嘉宾 我怎么看着你的背影有点凄凉 那个很抱歉 也很遗憾女嘉宾没有过来给我们恢复 没关系 现在心里面肯定很失落吧 谈一下感受 还是那句话 原字 其实呢我们今天安排那个烧烤 是想让他们俩更好的互动 是想体现男嘉宾的优点 结果没想到把男嘉宾的缺点给暴露出来了 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挺好的 其实我想提醒男嘉宾的就是 总结我们前两期节目的自己的一些不足 体现出来就是一个珍惜的自我 然后我也不会演唱什么 好吧 节目的最后 我觉得又有千言万语要跟男嘉宾讲 其实我想给你点个赞的 因为你在节目当中 其实都提到自己在上一次节目当中的表现 浮夸 在这期节目当中其实你有所收敛 而且也在反思自己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但是呢你反思的程度和改正的程度 我觉得还不够 因为可能很多问题出在你现在从事的一个职业上 还有你对未来的规划上 如你所说 你觉得你是一个性格很直的人 但是呢 这样的直可能在工作当中是可以的 比如上司说一个目标 然后你可能就心无旁骛的直奔而去 但是呢 你首先要确定你的方向是对的 在我目前看来你的方向是错的 另外呢 就是你的情商真的是很需要提高 你的眼中其实没有另一半 就是你不会照顾女孩子 你也不会去照顾她的需要 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可能你在找女朋友这条路上的话 可能会走得更久一些 还是要学习 恋爱是可以通过学习的方法来提高的 好了 我们还是那句老话 爱情高中许 我爱不放弃 凡人游戏我们等你 精彩的真婚秀 在后面不要走开 爱情高中许 为爱不放弃 大家好 欢迎收看凡人游戏真婚秀 我是小红娘林欢 欢迎大家搜索屏幕上的微信号 关注到我们凡人游戏的微信公众号上 我们在微信上呢 就可以直接报名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我们还会定期的发布优质的会员资料 以及我们线下的相亲主题活动的公告 当然了 如果你愿意来到我们的镜头前 诉说您的情感诉求 也可以通过微信来告诉我们 我会跟您取得联系 帮您免费地拍摄个人的明星嘉宾秀风采 好了 先领略一下今天的明星嘉宾秀风采 大家好 我叫陈波 我今年只34岁 我来自于重新预备 我从事移动通讯工作 就是对通讯设备的安装调查的方便 我的兴趣还好就是有时不是就是放了家呀 就出去旅游一圈 走那一个索州族族的旅行 你的呀就是计划的 有时候啊 都说天气好啊 有时候出去点雨啊 特别是这个春天嘛 自家出去出去就是说一路 有时候是三三两两 就有几个朋友一路去看 有时候自己各人跑去出去 溜达一圈 周末嘛 都可能都走得近 如果结家人啊 有时候走得远 我的情感经历是离过一次婚 家里面有一个八岁的儿子 还在 我没有这么管他 他基本上回家的话 都是自己要完成作业 因为我工作有时候有点晚 八点到中回来 基本上我只是最后检查他的作业 还是非常的听话 懂事 因为离岳荒岸的时候 当时是鱿鱼嘛 我一个是工作啊 有时候在外 另外一个啊 就是家庭来照顾啊 也许说当时不能走到 前期嘛 对我的意见比较大 最后我们各走东西了 我现在说说把工作调回来了 因为在离婚三年呢 他也是很少回来看外人的 因为孩子他在他眼里 他是觉得还不喜欢他 因为不喜欢他那个妈妈 所以说他觉得 娃儿既然不喜欢我 我也不当 我都不当去理孩子 所以说一般是很少很少来看 基本上是来带孩子出去的话 孩子是不得跟 娃儿是不得跟他走的 我的在欧要求啊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对孩子好一点 然后就是说 为人啊 厨师啊 大方一点 对我对方啊就是说 有美丽过婚 有没有个小孩 我觉得都不存在 如果说对方是利益的 我非常喜欢一个女孩 所以说这个其实也不是很重要 主要是两个人 如果能活得来都可以商量你 我还有一点就是 希望他孩子要懂事一点 不然的话这个教育起来 还是有点麻烦 大家好 我叫黄云茨 我来自重庆长寿 今年25岁 现在从事接待工作 月收入差不多3000块吧 我的兴趣爱好比较光泛 平时喜欢爬山啊 然后有时候去打好鱼马球 乒乓球 有时候还可以在这边堂 去这边 然后啊 等于说 跟朋友一起去旅游一下啊 然后去玩一下啊 都可以 其实我个人自身感觉 我个人的性格嘛 还是比较乐观开朗的 等于说在一起 我还喜欢交朋友嘛 等于说认识的朋友也蛮多的 所以说啊 我感觉 等于说这个人啊 还有温和 各种一种感觉都比较 很冷水啊 很 心里面很暖和那种嘛 我还是比较会关心 会体贴一个人嘛 等于说平时生活上面啊 还是多细整嘛我感觉 等于说假如说你在路上 鞋带掉了啊我给你算一下鞋带啊 如果地上有水我可以把你抱过去 也可以把你背过去 然后我会再大会儿出去刷 怕婆婆你走忙了 我可以把你背起走啥 啊 我比较体贴嘛 也是相当于那种暖男 啊 我之前谈过两个女朋友 分手的原因都很简单 等于说有一个是心改不乎 有一个是父母的原因嘛 不同意 然后最后到这分手 然后从上一个分手 差不多有一年多了吧 之后就没有找女朋友 等于说感觉有时候 个人不太喜欢去主动去 找一个女儿的大神啊那种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女儿了吧 都比较腼腆 我确实不需要那么开口 去主动大神一个女儿 因为我不好意思去找女儿 那大神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怕拒绝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怕对方误会我 对她有什么非分之想啊 等于说造成她的误会 我也不好去解释那些 所以通过这种相亲的节目啊 我感觉要好一点 等于说我想找一个 比较文静一点的女儿的 比较善良一点嘛 嗯 顾家呀 跟我要一起有担当那种啊 调进父母的 等于说我性格比较外向 我想找一个性格 稍微偏外向一点嘛 等于说我容易沟通一点 我这个人啊等于说 也很会保证一个女儿的 她做错了一件事啊 那个我都可以保证她 但是啊有孩子纠结的话 有孩子疑问 可以当面说出来 等于说你不说出来 我确实我也找不到原因 我不想女儿欺骗我 等于说我感觉两个人在一起嘛 应该坦诚相对 毕竟啊因为两个人一起生活 很多世界这方面的事情 有好多人都是因为那些方面 然后导致分手的 所以说你不要欺骗我 而且我不能忍女儿的一点就是 背着我去跟其他男人与会啊 或者去跟其他男人一起刷呀那些 比如说你说你是哪个朋友啊 跟我当面说还好呢 你背着我去我会吃醋 我会成切 如果愿意跟我取得联系 感觉我还能还可以呢 好你可以通过我这个微信方式 来跟我联系 不知道今天的明星嘉宾 是否有您满意的呢 如果有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会竭力地为您牵线搭桥 当然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中来 我们也会在微信上定期地 发布优质的会员资料 以及我们线下相亲的活动公告 那节目最后呢 还是那句话 爱情跳终曲 不爱不放弃 凡人游戏 我们等您 喂你好 凡人游戏 一个神秘的电话 打进凡人游戏热线 今天的男嘉宾 并不是要求相亲 而是让工作人员 帮助自己求婚 信心满满的她 说出这样的话 所以今天也肯定会答应她 我觉得我是没有那么多朋友支持我 问题应该不答应 不是 而完全不知情的女嘉宾 却这样说 好啊 你们准备婚了吗 走吧 走啊 今天的求婚 到底能否成功呢 准备求婚成功 凡人游戏之 今天要你嫁给我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想 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 你说地球是满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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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说地球是满远 你会说地球是满远 你会说地球是满远